我要教大家如何選工具 跟髮師怎麼使用 當然如果像你這麼滑的 頭髮的人 我會建議你可以使用這種 比較粗一點點的彈性繩 怎麼去知道 第一個 你要拉開之後 它可以繞你兩根拇指三圈 一定要三圈 因為三圈才是最符合髮織好 髮量又多的人 這是我的小秘密 如果真的買不到 那你就用兩個橡皮筋 可以增加它的張力 兩個橡皮筋把它套在一起 然後它可以轉兩圈 一樣兩根大拇指 再來就是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 玫瑰金加珍珠 這個其實我也覺得 大家都可以去挑選 當然這個我要切 只有一個小小的小Tips 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你是長臉型的人 你的這一個珍珠 千萬不要是這樣直的擺放 切記喔 因為這樣會讓你的臉型 感覺更長 如果你想要更好看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要像這樣子 橫的擺放會更好 它會可以讓你的臉型 整個比較平衡 這樣子你學會了嗎